台湾民众党先前曝出9架参选人主动退选 如今却被周刊爆料 还有三位参选人曾经因为犯罪遭到判刑 还有参选新北议员的黄岐祥 更被翻出昔日中国媒体报导 遭到解读是中国的统战样板 而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今天是跟秘书长谢理工 找来了党内的议员参选人 在元宵节这天大合体拨持外界说法 跟喊话说谁卖台我一定站到底 拉着现任秘书长谢理工握手 媒体镜头前蔡壁如先破除 民众党地下秘书长传言 白色力量议员参选人 穿各国服装元宵节大合体 新北国民党议员陈明毅 儿子陈士轩挂白袍出征 但参选基隆的李怡晴先前北批 履历挂麦当劳员工 还有参选台南的江品冲 号称新党北市议员侯汉廷台南版 到底加分还是扣分引发正义 从基层出身才会更了解基层 跟侯汉廷的政治理念完全不一样 我从来不相信共产党说的任何的话 民众党新北议员参选人 黄岐翔更被爆料 上中国媒体报道 甚至成了中国统战样板 还有另外三位参选人 陈毅诚 杨乔安 王冠军 都因为犯罪前科曾被判刑 才爆出酒驾参选人主动退选的 民众党推出的政治素人 再度面临检验 不良记录 即便是轻罪 可是如果一般社会大众无法接受 我们也会让他来退场 谁卖台 我一定跟他占到底 不要沦为这些被作为统战的样板 高峰被回击 外界质疑 蔡薇如记者会上 强势捍卫 白色力量胜育 民众党谁讲多 声量已经做出解答 接下来我们讲高子谣 台湾报道